四 汽茶了您呐 想要了解你的地方的文化 从早吃到晚是最好的方法 今天我们就从早餐出发 吃面 这是卖面的 对 吃面是吧 我告诉你我多爱吃面 你知道吗 谢了 谢了 你太可爱 你太可爱了 没有 多一点 我们这里面要加辣的 什么 贵阳人千早起来就吃辣 床望面光屏就让我担惊受怕 昨天那个位置 来吧 祝兵 爸爸 爸爸 老婆 老婆 老婆你早上也是辣 妈妈也是辣 爸爸 老人家都吃辣 爸爸几岁了 水 这辣 八百 看来吃辣会健康 贵阳有位鹅肉专家 做出来的鹅肉顶瓜瓜 下午五点就坐满行家 想吃不用排队我自由方法 想吃不用排队我自由方法 那怎么好 可以啊 晚上来去夜市吃四娃娃 满足的配菜搞不懂吃法 还有萝卜坚持乱哈拉 挂起来面条那又是啥呢 这样扒是吧 扒一扒麵 然后想吃 这夹菜吃是吧 对 刚才吃 包 包菜 包菜 你那个包也夹 我把皮都给吃了 大概多久时间吃 你一会儿来吃 你一会儿来吃 你一会儿吃 你时间很多 晚上晚上没有吃饭 你其实也对 这玩意儿没事 你不吃就要干嘛 是不是 这个就要2块8 这一个就要2块8 但是只要1块 2块有1块 边玩边吃边吃还边玩喔 早餐直接吃到宵夜 美食马上大三通 今天是贵阳的早上9点钟 路上近视上班上学的朋友 我说今天一大早起来 总要吃点东西吧 对啊 你来到贵阳 非要吃一种早餐 才证明你是贵阳人 要体验贵阳人的生活 就要吃这种早餐 啊 要体验贵阳人的生活 要吃这种早餐 对啊 这个早餐有这么特别 有 当然 一日之旧在余城 对对 我要体验贵阳人的生活 想当个贵阳人 从早餐做起 对 是不是意思啊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一吃不可 非吃不可 因为我们贵阳贵阳人呢 一般早上起来都要 说 熟悉以后 起来第一件事 只要吃这东西 它在我们贵阳是 相当相当有名的 我走到这个大马路边 已经从头到尾 没看到人要卖早餐的 走 我带你去 哇 吃面 这是卖面的 吃面是吧 吃 我告诉你 我多爱吃面 你知道吗 谢了 谢了 哈哈哈哈 你太可爱 你太可爱了 没有还有一点了 我们这面要加辣的 什么 要加辣的 那你不吃辣的吗 我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 因为像我们的贵州啊 就是说 有一句顺口的 三天不吃辣 心头像猫抓 三天不吃辣 心头像猫抓 对啊 人家说 四川人不怕辣 湖南人辣不怕 贵州人则是怕不辣 所以那三天不吃辣 心里就像猫抓一样 爱着爱着的 怪不舒服的 大部分人的贵州人呢 习惯早上一睁开眼 就来一碗 红红辣辣的 肠旺面提神醒导 听导游小刘说 肠旺面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 是贵州小吃的 看店里面不管男女老少人手一碗 而且这碗里是通通通的 我只能用触目精心来形容 根本是直接拿辣油来做汤头嘛 我的肠胃是陪我吃过全球四海了 奶超过奶吞 我一大早就搞这么霹雳 害怕呢 各位大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搅你了 你们早上都吃这个面 基本上都吃了 这个肠旺面辣不辣 辣的 辣的 不吃辣不行 不辣就不行 真的啊 那隔壁那位是你爷 父亲啊 父亲啊 爸爸好 爸爸 老婆好 老婆你早上也吃辣啊 妈妈也吃辣啊 都吃辣 两个老人家都吃辣 爸爸几岁了 80 80啊 看来吃辣会健康哦 吃辣会不好啊 还不好吃 一早吃辣 我觉得口味好重啊 鬼真的都喜欢吃辣 这个好吃啊 对 你说辣椒吃超烟 吃辣椒怎么样 还吃超烟 超烟是什么 烟的啦 吃辣还要配烟 哈哈 吃辣还炒烟 哎哟 吃辣还炒烟 我说爷爷的养生之道 也太劲爆了 吃辣还配烟啊 便是之前的医生朋友 听了肯定要喷鼻爵了 不过人是要因地自己 入境问俗的 贵州呢 因多情少失际重 吃辣可以缺风散寒 而且维他命C 还能增加抵抗力 80岁的爷爷都吃了 否则笑脸给他不吃 就烙鬼咯 爷爷都吃了80岁 还这么健康 对不对 我们怕的嘛 吃辣还要炒烟 不会 辣跟不辣 我们怎么叫 怎么点 我们不要辣呢 我怎么跟他说 就免红 免红 对 免红 因为这辣椒油是红色的嘛 所以一般这种 免红 对 我们就吃辣味重一点的 就叫红粽 红粽 红粽 红粽就是红 辣椒油 为什么不叫粽红呢 这个是我们这里叫的一种习惯 那这大姐 又是免红还是粽红 红粽 红粽 他说吃了那个会红粽的意思 他说的是 红粽 他的 有多的意思 对 他说有多辣植多的意思 辣植多 红油多的意思 对 所以叫红粽 对 是啦 这个点面的技巧 不吃辣的朋友不可不提 如果你是吃辣高手 不妨来一碗红粽 就是辣植 还有红油多一点 这碗免红就是不加辣 不过师傅呢 要红油跟舀是用同一根勺子 基本上对我来说 还是辣的 煮长方面可不能用一般的白面 一定要用这种鸡蛋面 因为这种面条吃起来口感脆而不糊 而且呢 师傅说煮的时候 一碗一碗煮啊 面条在锅里面一变直 就要立刻捞起来 如果煮的时间太长 面条吃起来就不哭了 最早长方面的配料 非常阳春 只有猪肠加血旺 现在消费率高了 所以花样也变多了 许多人改用鸡汤做回汤底 吃的时候加点鸡肉 非常粗藏 雪旺肉造葱花 一碗红彤彤又香喷喷的 肠旺面 就可以上桌了 好辣喔 来咯 来咯 还会辣喔 不能吃辣就不要勉强啊 没错 有一些年轻人太不切实际了 天天是自己的重量 没错想和你说话唱着了呗 那不 可以忍受啊 可以忍受 那你心情吃啊 因为我刚看到爷爷就是吃辣 吃到八十岁的 我想我也要吃一下 我早上从来没有吃过辣 味道怎么样 吃啦 现在我觉得 贵州人怕不辣这句话 形容得太贴切了 不过这长方面不辣还真不好吃 你想想 软软的血旺QQ的猪肠 如果配上青鸡汤 就像是一道不辣的五根长旺 吃起来 零荤 但是一加上的辣椒 红油 满荤一百 所有的感觉都对 而且面条也是一举 鸡蛋面爽口又有咬劲 不像白面条容易的西油发胀 变活了 虽然我怕辣 但长旺面它辣得很好吃啊 好吃 吃辣 真辣吗 那好 没关系我尝得住 尝得住 我这药签不住就给你加一点醋 还押韵呢 药签不住给你加点醋 对啊 加点醋给你解辣嘛 加醋可以解辣 对对你感觉辣 我都快吃完 你到现在才讲 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加一点醋就是另外一种味道 少了 少了 不不不 我不要再读 我不要再读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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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加的太少了 好好好 把它 搅转 搅转这边吃 好的 但挺 Familie 对 会比辣 牛肉 鸡肉 是吗 是吗 感觉辣不 嗯 你不辣 还不辣 你不辣 有又 有又又 这也就是它 这从外面有一个独 独辣之处 真的有辦法吃完才講 沒有 藥膳食補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很多人在做 但是你在一個這種 在中藥醫理上面 可以說是國大精神的 中國來說的藥膳食補 他們如果真的用心 有心人士加以研究可以出的話 應該是相當感人的 他把它用在一個食材上面 這個食材叫做鵝 藥膳的鵝 聽說這個鵝相當具有各種不同的療效 從鵝頭到鵝腳 今天可以指著大家 一起來細細的品味一下 到底這個藥膳的鵝 鵝火鍋有什麼好吃的地方 你跟我進來 可能 現在才幾點鐘 中原不太標準時間五點半 看到沒有 看到了 五點半的時間 為什麼不到吃飯時間 今天就有這麼多人 這三桌 不是我們安排的喔 現在八早的 他們就來這邊吃 你就知道聞香下馬 這地方不簡單喔 看他們吃的感覺怎麼樣 你這邊服務幾年了 一年 一年喔 生意大概每天都從幾點鐘開始會有客人進來 大概就是五點鐘 那我們今天還來晚呢 我們來的還不算早啊 五點鐘就有人進來 一路賣到幾點鐘 一般賣到九點鐘 賣到九點 賣到九點 賣到九點就不做生意了 差不多吃飯 你自己吃過沒有 肯定吃過啊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在哪裡 他還考慮呢 各位看到沒有 時間不過下午五點半 天還亮著呢 就已經有不少的客人上門了 光看著聞香下馬 門庭弱勢的人氣指數 我就想要給他高關鍵 剛好這幾天呢 天氣溫只有三五度 姑且不談這鍋鵝有多了不起 光是喝一碗熱呼呼的 好湯就很過癮囉 我們從台灣來的 我們是個美食節目 因為聽說呢 這一家的鵝肉非常好吃 可是不懂它為什麼好吃 你們來吃過幾次啊 我們是外地的 第一次 我們也是莫名而來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他們也是第一次 那你們目前吃的這個是 你們自己帶來的 一定會賣的 是這裡的 這叫什麼 鴨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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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都鴨翅膀 鴨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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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怎麼樣 味道很好 你是吃得最乾淨的 要再嘗一嘗 你是吃得最乾淨的 要再嘗一嘗 那什麼好意思 沒關係 可以啊 哪有這種事情 沒關係 因為你聽他們講 我先聽你們講法 以後我再吃看 你吃的感覺 這很好吃 你吃什麼 好吃 什麼樣的味道它最吸引你 它這個裡面 是鹹得剛剛好的還是什麼 味道也好 香 很香 很上烤 上烤 你呢 你覺得 肉的感覺 不油膩 一定沒吃好吃 基本都在拿著吃上 全心都可以了 全心都可以了 所有的精華都在上面 對… 所有好吃的元素都有 對 不鹹 不油 不膩 對 我就說嘛 哪有人上館才自備糧食呢 不過既然是慕名前來品嘗鵝湯 怎麼我看到的是人手一隻 鵝翅膀 可能是山姆還是無怨無悔的 而且他們說的鵝翅膀吃起來 集所有好吃的元素 看他們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 好像真的不錯耶 會不會啃得太乾淨了吧 我跟你講 它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滷味 它有沒有用藥膳的方式去滷 是很難說 但是吃起來 就是滷他們所說的 鹹香合一 欸 姑娘 你這個滷的東西有 鵝頭 鵝翅膀 還有什麼 還有鵝脖子 鵝爪 鵝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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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掌 鵝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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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刺 鵝爪 鵝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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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鵝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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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位是你大吧 老闆 老闆 你就是老闆 老闆你好 他們來過的他們 我沒來過 老闆怎麼稱呼你 劉誠 劉誠就是你啊 劉誠是你兒子啊 劉誠是你兒子啊 他這個東西 剛才啊 我才知道他們第一次來的 廣東的朋友 慕名而來 我吃起來感覺是鹹香合一啊 這有藥膳的東西在裡面嗎 你這個滷味 有啊 有啊 這配方是你配的 哪個高人指點 你學中藥的啊 你學中藥的啊 是這樣子啊 好好吃喔 沒有人吃這樣的 真的很好吃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雖然這裡是鵝火鍋專賣店 但他的滷味啊 是凡吃過必點他一斤 哎呦 如果你把它跟一般街邊小販 到滷味劃上等號 你就大錯特錯了 咱們老闆劉伯伯是位中醫師 他認為有些藥材不但養生 更能夠讓食物提味生香 所以在製作滷味的時候 除了一般的滷包 老闆更添加了中藥材來領製 所以這裡的滷味吃起來 除了鹹香之外 還有一股淡淡的藥材味 無論是鵝頭鵝脖子還是鵝掌鵝翅膀 那天都滷到來不及賣 劉伯伯說 還有咱們台灣老鄉 回去之前是整箱整箱的買啊 直接打包上飛機 過過 這些鵝乳味不是我們今天的終極目標 我是專門來吃鵝火鍋的 躺站在這裡就能聞到香味 各位 吃來喔 來碗熱湯匹香這個喔 好香喔 好 這湯很熱 你先上一個 這個很好喝 欸 鵝肉不會像鴨有那麼樣重的味道喔 沒有 很香 不是 我給你加溫馨好了嗎 看起來很像很油 有沒有像有一股鵝油 喝起來很順口啊 所以鹹香合一啊 他這個我 他的新鵝鵝鵝 是火鍋雞的這樣 我不是把那些油的 我找不到他家裡面有的 沒有人另外一都有嘛 嗯 結果爸爸要修圍跟他搞掉 可是剛剛等起庫的時候 沒有放鹽的時候 你想說他就是 精神一口氣聲 沒什麼 還沒放鹽以前那邊礦點水 精神一口氣聲 沒什麼味道 啊啊啊啊啊 我不是不防這個問題是 本來有打過腥味的 還是他說腥味是最重的 沒有 還是比牙齒 其實不就這樣 真的啊 劉伯伯說 雞鴨 鵝 三種家禽 鵝的肉腥味比雞鴨都來得濃 所以一般鵝肉都是用煙燻了 或者是滷製比較多 不過人家劉伯伯可是中醫師耶 在料理的過程裡面 只要是在鵝湯裡面 加一些辣椒 薑片 還有劉伯伯特製的藥材包 保證湯頭只有香醇沒有腥味 而且為了避免鵝肉熬久了 肉質又老又塞牙 所以劉伯伯堅持現點現煮 依照客人點的份量 用壓力快過來料理 從點菜到上桌只要20分鐘 這樣的美味上門的客人 喝到的都是鋼竹爐的鵝湯 包著沒有隔夜貨 噢 香 不但聞起來香 喝起來更香 一入口 溫溫甘醇 通體舒暢 真的就像劉伯伯說的 如果沒有經過調味 簡直就像礦泉水一樣 一點腥味都沒有 耶 那我不相信啊 它比鴨還重 鴨的味道是我受不了的 你看 那怎麼好意思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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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味道都沒有 一點...一點味... 一點腥味都沒有 一點腥味都沒有 一點腥味... 一點點都沒有 一丁一點都沒有 好像就是雞...有雞肉的感覺 如果不是招牌上那陡大的事兒 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這兒賣的是鵝火鍋 我真以為我吃到的是雞肉啊 印象中鵝肉吃起來都是 是搭搭滷滷滷滷三芽肉 想不到鵝肉竟然能夠 軟嫩到這種地方 而且油脂豐厚肉脂重組 難怪會有那麼多外地人 大老遠的莫名前來囉 沒有... 你剛剛在外頭跟我說呢 你以前是學中藥的 對 那你自己開過中藥行嗎 沒開過 沒開過 在醫院裡面 在醫院?中醫院? 不是 三肌部在公州的一個醫院 哦 第三肌在公里 在公州的一個醫院 你特別是負得研究中藥的 是不是 你怎麼想要把中藥跟鵝 做這樣的一個結合呢 比如說本身 本身這個肌啊 我三個 一般來講 肚肌是熱性吧 肚肌是溫補 牙是量性 肌是溫補 牙是量性 牙是涼的 對 肚肌是平息嗎 在牙後 在牙後 剛好介於一個 雞跟鴨的中間 對 哦 一樣都是一對翅膀 帶兩隻腳 可雞鴨鵝 三種加勤的屬性 功能確實大不同 公雞屬燥熱 母雞屬溫補 鴨肉偏寒涼 鵝肉屬平性 劉妹妹特地選鵝肉來做火鍋 就希望人人都能吃 不管你是要吃薄 還是要吃肉 都可以放心地吃 毛起來吃 吃了沒飯的 鵝肉 現在我們就要慢慢吃到 鵝肉 據我剛剛的資料的研究 這個鵝 它從頭到腳的療效還不一樣 對 是不是 那你當初 因為中藥必定只是中藥 中藥要跟這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你會讓它說 你用 你特別取哪一部分的中藥 來凸顯鵝肉的營養 這就是 因為中藥有多把幾百種上千種 你怎麼選擇 所以我們講嘛 你要皮開 如果習慣 很多人就喜歡有什麼 保健用 比如說當生 黃旗 勾棘 這都不能用來這裡面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的西藥不一樣 對不對 可是這藥很好啊 當生黃旗勾棘 很好啊對不對 結果我六十多歲吧 西藥當生黃旗 補棄 補棄 你可能不需要 哦 我可能不需要 所以我做火鍋了以後 吃的人都是年齡不一樣嘛 男女也不一樣嘛 是的 年齡不一樣 對對對 男女也不一樣 不用用當生黃旗 勾棘 三月房裡面 就有些蒙人的感覺在裡面 因此也就是說 今天做了這一鍋湯 都沒有這些東西 鵝肉火鍋呢 它必須要男女老幼都可以吃 那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中藥最適合男女老幼 這有意思啊 你就講一兩樣 我知道裡面一定很 你先告訴我 這個湯頭裡面有多少樣重要 有十幾樣吧 十幾樣 你講個兩樣好了 我給你講就蓮子就很好 蓮子啊 蓮子不錯 對不對 還有呢 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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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對 也對 既然食材挑的是平性的鵝 這藥材當然也得勝選 所以劉伯伯說一般拿來燉補湯用的 黨參、黃旗、斗旗都不適用 我厚的臉皮 想跟劉伯伯打他藥材的秘方 誰知道 又是商業機密人的貨 總共只問出蓮子跟藝人兩種 其餘的不好意思 藥材已經磨成這個德性了 想來跟暗圖索記都沒辦法 不過沒關係 地址我有 想吃的朋友找我就行囉 每個部位中間都有不同的補法 補的感覺都不一樣 對不對 額頭它補的是什麼 不是 這個補和圍著不一樣 這補法是一樣的 而且補和這個不一樣 噢 這些是一樣的 對 它是這個 然後是 額頭 額 額脂肪那些 額脖子 然後我血 我眼睛 我口感這些不一樣 額血 對 額血補什麼 額血是抗癌左右 抗癌啊 對 額血抗癌 那金雷菌是 肖化的 內菌是什麼 金雷菌做肖化的 內菌是哪一個部分 內菌 這個我聽說就是那個 金雷菌裡面那個黃皮子嘛 他是說針啊 額針啊 額在旁邊會有一個 內門那個黃皮子 哦 那個是用來幫助 消化 然後我口罐嘛 哦 口罐這個 不是不是這個 不支持我 我口罐 裡面那個口罐 哦 裡面那個 硬硬的那個 然後把它扛成棉以後 疼以後 咽咽 咽咽 這樣 我都 那我胆 胞胎嘛 都知道嘛 所以民間就是我 一般 鵝蛋保胎啊 對 懷孝兒都要吃鵝蛋 我們北周喜歡就是這樣 懷孕年度要吃鵝蛋 就是鵝蛋 哦 是吧 所以我一回去 胞胎一個 小孩的時候臉都特別好 臉都特別好 像鵝蛋臉啊 鵝蛋臉 但是我當時好不好 都沒研究 那我估計應該差不多了 哦 樹上沒有這種題材吧 但是我估計應該差不多了 以後的腹炎嘛 我都北白了 什麼呀 我只看這個腹炎 找了什麼時間回合了 嗯 從兩三個月以後呢 我說這個鵝啊 真是太了不起了 經過劉伯伯一分析 我才知道鵝 從頭到尾 渾身都是飽 鵝血可以抗癌 鵝兒內筋可以呢 健胃助消化 鵝喉管可以吃咽喉鹽 鵝蛋還可以飽胎 至於呢 鵝頭鵝翅鵝身 都用來治口腹肌育 不是我一個人在那邊操懂啊 我個人覺得效果好極了 你們各位請瞧 人山人海坐無虛席 我想不需要再多說它有多好吃了 生意這麼紅火 它能不讚嗎 你開這個店多久啊 七年多了 七年多了 就從下崗以後就開始搞這個 對…不是下崗退休 不是退休 對不起… 是退休喔 不是下崗喔 嗨 大家好 這個天氣突然間下降這麼多 是屎尿未及的 又到了我真宮城城 在貴州呢 跟您逛夜市吃小吃的時候 先來到這個夜市啊 這是什麼夜市呢 我得找個熟門熟路人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不是別人 正是我的司機兼向導的熊師傅 熊師傅 熊師傅 麻煩你了 今天您是貴州人 對 到底是貴州人 這個呢 這道夜市叫什麼 這是安順的一條夜市小吃街 是最熱的 很多其中貴州的小吃 都有 在這裡都吃得到 大家都知道的 很有名氣的 現在我們就先去嘗嘗 當地的吃娃娃 吃吃娃娃 對 我是不是聽錯了 熊師傅說要帶我去吃娃娃 我們在台灣呢 日本呢 挺流行的在抓娃娃 這怎麼會吃娃娃 會不會太恐怖了 熊師傅說這是道地的貴州特色小吃 夜市就吃得到 還好 既然在夜市就有的賣 肯定應該不是什麼真的娃娃吧 只不過長那麼大 還沒聽過有種小吃叫 什麼娃娃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在吃拜拜啊 這裡是 這就是吃娃娃 我一個人吃不了這麼多 大姐 這邊一共有多少種啊 有十天花嗎 九種 有九種啊 這應該是貴州 算貴州小吃啊 那 他吃了這麼多種 就是讓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吃得到 其實差不多九種 因為做了人多吧 他做一件可以做十來個 做十來個 然後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嘛 哎 你要喜歡 大姐我沒有 我們台灣來的 我沒吃過這東西啊 你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 坐吧坐吧 別客氣 別害羞 怎麼賣啊這個 三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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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 自己扒 自己扒 你也給他一份吧 給他一份 就不用了 我們一起一份 一起一份 這樣扒是吧 對 拿一張皮 然後這樣吃 然後再夾菜吃是吧 對 包 包 包菜 包菜 你要不要早一點講啊 我把皮都給吃了 哎 是不是 是不是太衝動了 餅皮是拿來包菜用的 這一桌都擺得跟 跟拜拜一樣 這就是 絲娃娃的餡料 絲就是絲綢的絲 豆芽高麗菜海帶醃酸菜 再蒜蒜十來種 吃的時候呢 可以依照個人口味 將自己愛吃的菜呢 就全包進餅皮裡面 吃法其實跟我們潤餅差不多 不同的是絲娃娃的尺寸小很多 基本上一口一個剛剛好 而且呢 想怎麼吃就怎麼包 每一個都可以是不同的口味 只是它明明就像春節或潤餅 怎麼反而叫絲娃娃呢 啊 這個為什麼叫絲娃娃呢 娃娃是那個娃娃的兩個字 不是 娃娃是那個 還是小孩那個娃娃 但是絲是這個絲綢的絲 就是就是講這些吧 哦 全部都切絲了 對對對 是不是啊 是這個意思吧 就這個意思 哎呀有搞懂而已 這是蘿蔔 酸蘿蔔 好帥啊 那這個呢 也是酸的 啊 啊 哎 哎 酸酸甜甜喔 泡菜 這是泡菜 泡菜夾一點 泡菜夾一點 海帶絲 像這樣泡 這什麼 黃豆 黃豆 這樣包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這個 有沒有最好吃的組合 有沒有最好吃的組合啊 我再灌湯進去 好了吃了 來吧 來吧 我敬你 謝謝 乾了 哎呦 真是包得太大口了一點啊 我覺得貴州人取名字 卡西武幾頭 仔細一看呢 這些包好的小潤餅 就像是裹著包筋的小娃娃 為了方便食用 大部分的餡料都切成絲狀 所以當地人就稱它呢 絲娃娃 熊師傅說呢 絲娃娃包的大多是水煮的蔬菜 吃的時候呢淋上一點酸酸辣辣的這個蘸水 開胃又不油膩 所以是年輕小姐們的最愛 減肥聖餅喔 通常是 什麼樣的情況來吃這個 當正餐吃還當點心吃 你知道晚上沒事啊 大家一起來 消消夜的那種情況 就坐在那邊包著吃 然後邊吃邊聊 對對對 一般就是這樣 然後邊烤火 對 這時候天氣冷氣是烤火了 那這麼冷的天氣 賣這個會不會太冷啊 會不會熱的生意比較好做啊 一般天氣熱越好做 天氣熱越好做 應該天氣熱越好做吧 對不對 那有忘了 貴州人有把草根當青菜的習慣 眼睛一花竟然把嗆嗆辣辣的折耳根 當成甜甜脆脆的豆芽菜 而且吃一大口 害我吐也不是 吐也不熱 好啦 今天是光夜市 也就是我 大壞朵頤 吃它個七八餐的時候了 總吃一個絲娃娃是滿足不了我的 熊師傅說 今天來到安順夜市 有一樣好東西是不吃不喝 也一定要嚐嚐 那是什麼咧 你說要再吃另外一個什麼呢 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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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麵嗎 不是啊 這是涼粉 哪裡 算哪裡的小吃 這是 安順 安順 安順的地道的小吃 當地小吃啊 對對對 要吃 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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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粉 是這個 哇好味這個 呃 吃冷的 有吃熱的嗎 可以 也可以啊 這樣可以吃嗎 可以 嗯 好吃 我覺得冷就很好吃耶 冷啊 那我們就這樣好 我們點一碗我們兩個人吃好不好 你真的吃不下的話 先先先先 看你今天陪我出來吃很辛苦的 我們來個冷的 可以啊 好 但是 辣不辣 有一點 少放一點辣油 可不可以比有一點再少一點 可以啦 很好 就這樣做 OK 掰 草涼粉 是將草脈去殼以後 磨成粉加水 用小火攪熟 然後倒入器皿當中讓它冷卻 變成一大塊的草粉塊 吃的時候用爆刀 將草粉塊 爆成四顆或小塊 加入了多到令人養花撩亂的調料 如醬油 麻油 花椒油 薑汁 醋 蒜水 豆腐乳 花生 蔥花 鹽水 就成了這碗安順當地人 百吃不厭的米小吃 草涼粉 辣不辣 他說不辣 不辣不辣 不辣 辣了… 吃得嘗嘗 吃得嘗嘗 好 因為你吃的樣子很好看 來 我們看看女生吃長什麼樣的 女生 她也在女生吃得好多多 我們如果在家裡面 我們有吃那種泡麵那種 那種微叉炸醬麵有沒有 你調好的醬料有沒有 放在那邊 等它涼了再吃 味道很香 還好這個噴嚏被我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沒辦法 一碰到辣的呀 我就自癒神經失調了 雖然這碗橋樑粉有點辣 不過它辣得很… 很保守 所以我的舌頭還有知覺 可以品嘗到橋樑粉滑溜軟嫩的口感 而且味道鹹香酸辣 雖然複雜卻又搭配得很好 難怪熊師傅大力推薦 說她不可惡吃 一定要來嘗一嘗 好吃 可是太冷了 我覺得這個天氣吃這個可能 不然天氣熱的話呢 這個天氣 三位美麗的姑娘 這種天氣冷呢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這個涼粉的生意 會喔 天氣熱吃的人多一點 師傅 連續吃了那個絲娃娃 又吃了這個 都是吃了冷的 你不覺得這個天氣 應該帶我去好好吃個熱一點的東西 而且比較像男人帶吃的東西 那我們就吃了蘿蔔吧 蘿蔔 蘿蔔 我吃過火鍋 用過快鍋 看過電鍋 當然看過宰相流蘿蔔 就是沒聽過蘿蔔 又是一個讓我聽過莫宰羊的東西 只不過我東走西走東張 希望的就是沒看到有人在賣蘿蔔 搞了個半天 其實熊師傅要帶我去吃的 根本不是蘿蔔 忘了在內地走跳 還有口音這個問題嗎 是不是 瞧見招牌沒有 看仔細了 人家賣的是蘿蔔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地方的特色 這是水城這邊的 水城啊 對 離安村遠不遠 有差不多100公里 100公里 對 那個地方為什麼流行吃燒烤呢 反正那邊比較冷嗎 天氣不太好 是因為比較冷的關係 對 今天特別適合吃這個 就去這邊吧 走吧 走 你好 你好 羅鍋是水城的傳統小吃 相傳明末青豬 吳三桂 調兵鎮壓遺族吐司 可是官兵的天體條條到達以後 糧食已經所剩無幾了 他們就只好用隨手撿來的瓦片 架在火堆上 用一點菜籽油 薄一點田裡的土豆 還有野菜來沖雞 漸漸的這個吃法被保留下來 從瓦片進化到砂鍋 再研變成了鐵鍋 形成一種具有地方風味的飲食特色 你們叫做胖子燒烤 胖子是誰 胖子是你們誰 為什麼要走 什麼 什麼 我老公 你老公 你結婚了 結婚了 你看起來像結過婚了嗎 那我們就在這 那我們能點隨便點對不對 你這邊 你覺得什麼東西吃起來最好吃 是你們這兒的 你覺得客人來 像我台灣來的 沒吃過 應該點什麼最好吃 對 像牛肉的也好吃 牛肉的 牛肉的 牛肉 是它 再來呢 和蔬菜啊這些 蔬菜怎麼弄 蔬菜也是個菜 和蓮花筆啊這些 蓮花筆是什麼 你們喊的樣子 解心菜 你們叫做簡心菜 哦 簡心菜 對 對 解心菜是吧 解心菜是吧 哪給我看看 你哪給我看看 哪給我看看 哪給我看看 這叫 這叫簡心菜 我們烤的那個 連花筆 連花筆 嗯 連花筆叫薄心菜 薄 薄心菜 我們講薄心菜 你講簡心菜 那這怎麼吃 我拿給我炒來吃 炒來吃 好 我炒個連花筆 好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耗子 雞腰做個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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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腰用烤的 對 你有做烤雞腰嗎 烤的雞腰 不來試試怎麼可以 在台灣一般都是 拿雞腰來炒 對吧 或是做藥膳 叫做烤的 倒是第一次停過耶 水城不僅流行的吃洛鍋 燒烤更是普遍 三五好友聚餐聊天上 碗子多拘束 隨便找個燒烤攤 這裡不但有肉有菜 還有暖爐 看那兩顆烤得多開心 是不是 要開得比較舒服 你說是不是 來來來 這就說你 要吃到耳朵 來 欸 烤的喔 開火啦 你有沒有看到 開火 我跟你講啊 耳形補形 吃什麼補什麼 對 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吃這個補什麼了吧 知道 補眼睛 不是補眼睛的 那補什麼 該補的地方那些會補的 咱們中國的老祖宗說 耳形補形 基本上我挑它來吃呢 真的是要剝肉粥的 不信你看那樣子 真的很像 小鼻鼻的眼睛 對不對 而且我發現雞腰的外皮 經過火烤之後帶點焦香味 吃起來比炒的 或者是煮的都好吃 吃完了我的雞腰 我聽到蘿蔔在呼喚我了 他們在這邊呢 尤其這種天氣啊 邊烤 邊烤邊吃 對不對 還可以保溫 不會說在這種天氣 聊一聊啊 再放久就涼了 對 來 糖吃吧 熊吃吧 請 我已經吃了 趕快吃吧 看一看 嗯 好好吃 這個東西是個流行嗎 在這兒 流行 那天這樣就因為那這樣冷 所以他特別喜歡吃這種東西 他就是一種飲食習慣 那你自個呢 你有吃這個的習慣嗎 一般年輕人喜歡 年輕人 好吃耶 我覺得我點的幾樣還不錯 這洛鍋的吃法太人性化了 像在這種只有三到五度的天氣 通常菜一上桌 吃不到涼口它就涼了 可是洛鍋 它就沒有這種缺點 客人一上門 點了自己喜歡吃的菜 老闆和新疆菜一道一道的炒好 但上菜的時候呢 不用盤子裝 而是將菜 倒在用碳爐保溫的洛鍋上 這樣一來邊吃邊聊邊聊邊吃 時間再久 菜仍然像剛上桌一樣 浪火的 啊 所以呢 水塵落火 在內地被評為西部一絕啊 可我覺得我點的菜更絕 炒牛肉 炒雞丁 炒雞蒸 外加一道名為臉豪賽的 包青菜 吃的我是一路的 從嘴裡暖到胃裡 趁當我吃得盡興 突然發現整個店裡面 怎麼都是年輕人呢 左看右看 只有我和熊獸兩個 漂白的老吉桑 那樣呢 啊 那你年輕人吃比較多 我故意串門子一下 然後你可以 我跟妳講是以後小 不聽得到 嗨 你們好 嗨 你好 冷啊 一分半吧 冷啊 不算嗎 不算啊 你還算嗎 不要客氣 大家一會兒聊 因為啊 剛才呢 帶我來吃的那個熊師傅啊 我們那個 他特別說呢 吃這個好像年輕人比較多 好像年輕人比較喜歡呢 坐著吃這個聊天 對啊 大概多久吃一吃 以你來說 一會兒也知道 一會兒輕輕點吃吧 那你時間很多耶 晚上反正沒有吃飯嘛 其實也對 這晚上沒事 你不吃這要幹嘛 這個就要兩塊八啊 這一個就要兩塊八 但是只用一塊啊 我吃你這一口就要兩塊八啊 會不會太貴了 其實不是這一位小哥他小氣 是因為我吃的東西呢 他就叫兩塊八 也就是我們曾經介紹過的耳塊 今天他這群朋友來自洛國 主要是撮合這對帥哥美女啊 可以說是貴州版的來點五十 一群人吃吃喝喝 聊天說地 每次都是聚餐 真正的目的呢 彼此心造不宣啊 這樣一來呢 男女主角就不會那麼尷尬了 您說 那是不是很貼心呢 啊 年輕人真的比較多 我喜歡吃這個 而且看來他們今天 利用這一餐來定情啊 爹也定情 我 跟你 我們說定友誼 不是你 你們 你們呢 那有會 啊 你被打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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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看看 嗯 我吃起來的感覺呢 相當的脆 我沒有可憐 感覺到沒有 感覺到沒有 你知道嗎 腳溜著 拿到前腳去吃 哎呀 美食 邊吃邊玩邊玩邊吃 下個禮拜美食繼續 大三通 好